愿大家这个事业成功 这里面有一些简单的道理 我现在想重复一下 就是第一 钱花的比计划的快 有时候我计划一下 我这个好像一年花一万块钱 其实真的花起来 这里冒出的开始 那里冒出的开始 钱花的比你计划的要快 钱挣的比你计划的要慢 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第二个就是创业初期好产品 一般是在六到十二个月 你要能够收费投资 然后加上你挣的钱 你要挣钱 你不要考虑一个产品 你三年以后你才打市场 那个你坚持不住的 另外就是创业初期 不要盲目的追求高科技新产品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然后在做的过程中 你要把你的门槛要一步一步的加高 加上的越高越好 让人家没办法夸入和你竞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很多技巧啊 这些时间的 然后这个企业全项目 就是不要忘记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不管你是创业 还是你是扩张 你一定要考虑这个因素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感谢大家 谢谢雷总 这个很精彩 我们已经听了两次了 这个非常好 每次听得有着有新的收获 下面我们请这个ACGT的陈总 陈海鑫 陈博士给大家报告 陈博士呢 陈博士呢 是上海这个好像军医大学出来的 后来在哈佛大学又做了很多这个这个研究 然后呢 自己呢 我们在儿童医院呢 有一番经历 然后呢 几乎是同时出来做生意的 所以呢 今天大家又来听听他的这个报告 因为前两个礼拜之前呢 我听到他的这个演讲 是非常受感动的 所以请大家 请他来给大家的报告 其实刚才听到那个雷总的讲完以后 我都完全没必要讲 几乎是差不多的感受 反正我们都是同样 那这个总结一些自己 失败的经验也好 成功的经验也好 首先一点 可列一下我 卢士博士 所以以后不要叫我成功去 我只拿了那个 硕士协议 以前在美国 因为你是学了一 大家都叫不到 但是也就这么叫过来 上两个星期前呢 讲了我自己的公司 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我就今天就不多讲吧 我想今天大家 我希望讲的就是 鼓励在座的自己创业 自己开公司 十年前我是讲的话 今天我是讲的话 而且还讲了一句话 就是我看到 真正迈出那一步的人 还没有人失败过 你有没有看到失败 我没有 反正就是说 咬了牙迈出那一步的人 现在都是多多少少是成功的 我想这个第一步 每一步都是你的第一步 就像我现在我的公司 你要问我再走到哪一步了 还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在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定义 是下面这个 我讲的就是大概从传统的角度来说 你肯定要先有一个idea 这个一定是不能有很多idea 一定要一个 哪怕你就是脑子里很多 也只能讲一个 就是去年夏天 有一个人也是中东人 我很鼓励他开公司 他跟我讲的第一个project 哎呀我真的很感兴趣 还没等我说感兴趣到什么地步 他马上又第二个出来了 然后我的耐着心之听 然后第二个没讲完 第三个又出来 我想这个人做不成事了 你一定要先是你到底哪里做 你做什么 你idea可以有很多很多 你只能给自己想 然后你可以给人家找对象本人的时候 包括我们那个 今天我们就拿这个唐总来做一个对象 你做公司做到这一步 就只能拿资金 那我们今天讲讲 就从现在开idea 到最后让这些人 心甘情愿放钱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路 而且一个很坚确的路 那我觉得呢 这个就是说你第一个 就像刚才唐总讲 你一定要有自己一个 墙内的背景 你idea可以有很多 哪怕就是我是学医的 将来我去开咖啡店 我怎么能够像那个竹子商 或者像我的partner说明 我能成功